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慕尤丁成为我国第八任首相之后 今天他终于召开了第一次的记者会 我们来一一了解一下他今天说了什么重点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欢迎收听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我们看到现在那个就一决成立以慕尤丁为首的经济行动理事会 以便克服国家的当前挑战 这个理事会将会从下个周一开始 每周开会一次 那过往这个理事会是每个月开会一次的 那这一次的理事会的成员就包括了 茂公部长阿兹敏 财长东姑扎夫如 还有掌管的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穆斯达法 国家银行总裁诺山西亚 还有其他几名有威望的人士 也会受委成为这个会员之一 慕尤丁的内阁以及他本身是没有密业 其实no honeymoon的 他的内阁团队同样必须要马上及格的投入工作 去处理解决内忧外患的问题 慕尤丁他不是在一片的欢呼跟掌声歌颂中上任 反而是在质疑还有争议声浪中宣示就职 他没有新首相效应 也没有那种喝彩或者是鲜花般的待遇 迎接他的呢是各项不同的艰巨的挑战 从财经经济生罗费公共卫生教育到种族跟宗教关系等等 这是一个没有经过大选考验 没有被选票验证的一个新政府 所以慕尤丁他知道这些挑战 所以他在今天主持新内阁第一次会议之后的第一场记者会呢 就强调必须要尽快的投入工作 解决人民所面对的问题 这也是他在上个星期宣示就职为首相之后呢 第一场有问答环节的新闻发布会 全长25分钟 其实他在周一的时候有开记者会公布内阁阵容 但是是没有问答的环节 只是单方面念稿以及独处公布那些内阁成员而已 那么今次呢就有问答的环节 非常的这个期待 慕尤丁就说呢 所有的部长都意识到 特别是在这个紧急的经济状况 那油价呢 现在已经下跌到每桶30美元了 也就是说呢 暴跌的这一个数据是达到了31% 他就认为说呢 这肯定会影响到政府的资金来源 那加上呢 已经一连几个星期的新冠病毒呢 造成了这个负担 同样的对国家特别是经济问题呢 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因此他就说呢 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而政府没有怠慢 他就呼吁相关利益单位组织 可以通过个别的部门 提出任何的课题 以便可以让经济行动 理事会呢 寻求一些解决的方案 比方说一些群体面对的问题 像是他有提出B40群体的生活压力 他说政府会特别关注 虽然刚才提到 他没有灭去 但是那个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 就是从现在到5月18号 国会开会期间呢 他们可以放手的进行推动各项 立民以及会民的政策 以60天工作为准的话呢 那么落实改善经济 以及民生的措施 争取人民的信任以及支持 因为我们打工族呢 如果刚刚进入一家新的公司工作 一般上是两到三个月的试用期 做得好的话就有confirmation OK 那么否则的话呢 就会延长你的试用期 否则的话就直接拜拜 sayonara 那么当然执政不能够 跟一般打工族来做比较 这对部长们是不公平的 因为你是治理整个国家 跟整个部门 不过在这里我想说的呢 就是人民在监督政府的这个表现 过去几个星期 有太多的政治纠纷 权力斗争 人民已经开始厌倦了 希望政府马上的投入工作 解决人民所面对的问题 因为政府呢 就是人民的这个公仆 慕尤丁讲的非常的动静 他说 就把我们当成是人民的奴隶 把 要协助人民解决问题 那慕尤丁就表示说 新政府呢 会检讨前朝政府宣布的 刺激经济配套 包括说 是不是要增加拨款 那此举呢 主要是确保呢 目标群体是真正的受贿 同时呢 采取举措恢复呢 这个投资的信心 那他也说 财政部呢 将会负责重新检视 这个配套 未来的一两周内呢 就会启动这个计划 另外 他也宣布 政府呢 是拨款100万令吉呢 重立新冠肺炎基金 Double COVID-19 希望民众捐款呢 来协助 因为这个疫情呢 受到影响的一些国民 那这个基金会呢 主要是帮助一些 在疫情下 需要接受隔离的人士 因为被隔离14天呢 将会导致工作的收入减少 因此呢 希望这个基金可以协助他们呢 减轻经济上的一些冲击 这个新冠肺炎的基金 马上即刻的让我想起 西蒙刚刚开始执政的时候 因为一兆令吉的这个国债 所以当时的财政部长林冠 就成立了 发动了这个希望经济 大梦哈拉班 全国走透透 向民众募款 当时的气氛情绪是非常的高涨 然后人民呢 都纷纷的捐钱救国 那么同时许多企业也排队捐款 表达对国家的爱戴 以及对政府的信任 希望基金在不到一年内 总共筹得了2亿270万令吉 而这次COVID-19的这个基金 会筹得多少钱呢 目前的经济环境充满着挑战 那么商家企业们 会不会像两年前排队捐款 这一点呢 其实我非常的质疑 那慕尤丁就说 政府在出气的时候呢 将会先注入100万令吉 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呢 从民间获得更多捐款的话 就可以确保呢 这些援助呢 将会回馈给一些有需要的人 他说新冠肺炎呢 对国家的经济造成影响 那当然接下来也看到 马来西亚的收入啊 也因为国际油价下滑而受到了影响 很多人都关心 这一个国盟政府到底能够耐多久 会不会是半届的政府呢 做不满 因为局势的这个不稳定 况且西蒙还在部署当中 慕尤丁他当然希望说 国盟政府能够继续做 做满三年 做到下一届大选为止 因为他不想提前举行大选 他希望人民给予这个新政府一个机会 他承认说 这一个政府的成立是有一点不寻常的 但是他不断的强调 从他刚宣示就职的时候 就强调说 这个是全民的政府 那么政府将会致力为全民服务 不过民众是否认同这个新政府呢 目前还真的是言之过早 因为至少有一大票的这个西蒙支持者 认为说这个新政府 缺乏他的这个震荡性 以及合理性 那么新政府就必须要用这两个月的时间 尽快的通过政策 以及各项利民的措施 争取这一般人的支持 否则的话呢 那么这一群人 不会是在下一届大选的时候 认同你以及支持你的 那当然呢 慕尤丁任相之后 召开的第一场记者会 还有其他的一些重点 下一段回来主编点新闻 我们继续聊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